大家好,我是MKC主播乙珍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精实管理库存降低 在国内外经济动向与经营环境剧烈的变化环境中 市场需求快速与多样化带来了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变化 纷纷调整营运模式以多种少量且缩短企业供应链整体交期 在最低的库存成本与风险的状况下 提供客户满意品质的产品 企业要如何因应多样少量短交期 又要降低库存来减少企业营运成本呢 目前有部分企业为了应付市场多样少量与客户对于短交期的需求 只好堆积人物料的库存 半成品库存甚至于成品库存 这些做法都只会增加企业资金与营运成本的积压 积压越多企业的灵活度与应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 所以将库存视同资金的积压 资金积压越多利息的损失越大 库存越占空间越大 相对的厨运成本管理成本越高 风险越大 这种种影响都直接冲击到企业的获利 要降低库存基本上要由研发阶段 原物料库存 半成品库存 成品库存四个大方向并行发展 才能够获制最大的效果 首先是研发阶段 应该要考虑到尽量将原物料标准化 哪怕是小小的螺丝钉更应该如此 再来库存呆滞物料 若要更绝当然要从发生问题的原因着手改善 但已成事实的呆滞物料 可行时应于研发阶段尽量予以运用 否则呆滞库存将会永远的存在 再来是原物料的库存 原物料库存除了公司政策上的采购外 若要降低库存 基本上除了要管制采购的需求量之外 采购单位对于有最低订购量的原物料 要尽量与供应商协议降低到最低的订购量 以免买了太多的库存 除了以上的考量 最重要当然是采购要要求供应商品质稳定 及时的交货 往往采购生产 现场等单位均希望提前看到物料进场 但过早进原物料 其实是原物料库存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降低原物料库存最大的重点是 需要采购单位与供应商来着手努力 因此往往企业也将原物料库存降低的KPI 列为采购单位的重点项目 第三是半成品的库存 半成品的堆积 其实也是工厂管理中的一大祸害 但主要一个重点是 现场布置为依生产流程 做最佳动线规划以及安排 造成物料在现场流动慢 堆积多 无形中也造成物料 投产至产出与交期的延长 因此要降低半成品库存 首要需要将现场动线 以及设备排列依产品制成 以及特性做最佳的安排 如此流程才会顺畅 第四是成品的库存 成品库存主要产生来源是计划性生产 提早生产完成或交期延后等因素 原则上计划性生产方式的企业 要从销售预测上着手 若能提高预测上时间点以及数量的准确性 则生管以及生产单位较易与配合 并有效的压低成品库存 又能及时的供应市场 但仔细思考为何会采用计划生产方式 主要大部分是公司的体制 投产制成品的制成 时间远大于客户以及市场需求的交期 所以才会采取计划生产的方式 若能改善体质健全的生产系统 有效缩短投产制品的产制时间 使它小于市场或者是客户要求的交期 如此只需要客户下订单 在投产即可 不需要负担庞大的成品库存的压力以及风险 另一方面是提早生产完 或者是交期延后等因素造成的成品库存 理论上若现场已及时生产完成 及时出货 成品库存应该很少 甚至于零 此阶段生管单位与业务单位 应该依出货重要以及紧急顺序排单 安排生产 现场各单位应该要依生管计划时间 如期完成 各单位充分的配合 顺利的依序完成并出货 则成品库存自然就会减少 表示成品等待时间短周转快 如此分阶段全面性的努力 应当对于降低库存会有一定的效果 当然效果的好坏 就得依各公司努力程度而定了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主播宜珍 我们下次见